在官船局吉利的邀请下 来自马来西亚当地十家的旅游业者 来到台北进行五天的采线之旅 而来到台北观光 但就得品尝最道地的珍珠奶茶 同时还邀请贵宾们亲自动手制作 体验台北城的亲切与友善 希望是四年之后可以到达40万 希望四年之后到达40万 所以马来西亚之外 印尼在我有一些旅行业者 他们也回报说他们在当地也在努力 希望有高单价的客人来到台北 那很多穆斯林朋友 他们的购买力真的还不错 所以台北市的shopping的部分 他们也非常有兴趣 还有对于阳明山以及我们的文化旅游 他们都非常喜欢 官船局表示 光去年一整年穆斯林旅客来台观光的人数 就直逼16万人 每人当次的购买金额就有四五万元台币的实力 因此今年官船局极力开发穆斯林市场 并且规划穆斯林需求的旅游行程 以及入住有指名买家方向的旅馆 还有享用具有亲征认证的餐厅 积极营造穆斯林友善的旅游环境 有26间亲征认证到了最近又要再增加三间 那在亲征认证的过程在台北比较辛苦 可是多数的业者都展现了强大的意志力跟决心 那我们也跟旅馆业者合作 就例如说他们必须 以宗教信仰他们必须向阿拉方向来礼拜 那所以那个方向各个旅馆都展现说 愿意做方向的标示 那所以旅馆的部分 还有亲征认证的部分 我们都有所突破了 欢迎会最后 官船局也与十家的旅行社业者 签署了前进放台北宣言备忘录 业者们也将开始进行台北的五日游 之后借着分享与推荐 让更多穆斯林游客来台观光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